我叫牛丸杰 我非常高兴能参加CCTV 新光才艺大赛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学中国文化 所以我才学会了弹琵琶 你叫什么名字 Claire Hatton 几岁了 八岁 我喜欢中国文化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Angela 多大了 我十五岁 你今天表演什么节目 我表演红颜 你为什么跳中国舞 因为我想在美国给更多人看中国的文化 你叫什么名字 张沙琼 你几岁了 五岁 五岁啊 你今天表演什么 硅谷赛跑 硅谷赛跑是什么 是朗诵吗 朗诵 你为什么要学朗诵 我喜欢学朗诵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伟霆 多大了 我十二岁了 你今天表演什么 我唱橄榄树 你为什么会学中国歌曲 我就 我出生在美国 所以我说话是英文 我的妈妈和爸爸都是中国人 所以我想跟他们一样唱中国 想学中国文化 你叫什么名字 张文迪 你今天多大了 我十五了 你表演什么节目 学生成小事古真足够 古真啊 你喜欢中国文化吗 挺喜欢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名字叫黄杨杨 你多大了 我十三岁了 你今天表演什么 我表演弹琴 你为什么会想着要报名 参加CCTV星光才艺大赛 我参加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弹钢琴 我还喜欢那个什么 我喜欢音乐 然后我想要当 音乐家 我想当音乐家 你们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是钟嘉欣 我的名字是廖豆豆 你多大了 我现在十二岁 我现在十三岁了 你们今天表演什么节目 我是跳舞的 所以我跳了一个舞 我演了个小品 我们一起唱了一首歌 橄榄树 你们为什么会喜欢演唱中国歌曲 我们就是喜欢中国文化 喜欢吃中国饭 什么都是喜欢 什么中国东西都喜欢 所以我们也想试试唱中国歌 一试就喜欢了 对 你们叫什么名字 我叫于天乐 我叫白雨时 你们多大了 我八岁 我九岁 你们今天表演什么节目 多音字 多音字 你们觉得学中文难吗 很难 不是那么难 大家好 我是王飞扬 这次我来参加CCTV 星光青少年才艺大赛 主要是因为 我想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因为毕竟在美国 像我这样 练古针的人不为常见 我想借助这个舞台来 让更多的人认识古针 认识中国的明月 第一次把这个CCTV 星光才艺大赛 带到密奇根 对我们周围的华裔社区 是一个巨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这边的孩子 很少有机会 能够这么专业的 参加这种比赛 对我们华裔社区 二代儿童的 就是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传扬 也是一个大大的促进的 一个作用 我们安娜堡青少年 中华才艺大赛 已经是第六年举办了 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在密奇根地区 能够给青少年 一个传承中国文化的 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机会 今年呢 因为有CCTV青少年 这个星光青少年才艺大赛 所以我们更上一层楼 两个大赛结合在一起 给整个密奇根地区的青少年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今天的表演非常精彩 我们的家长和我们所有的华人社区 都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兴奋 我们希望今后 能够把这个青少年的才艺大赛 能够更上一层楼 能够更好地欢迎光达 能够更好地欢迎光达 你总是在灵传树里面的 能够更好地欢迎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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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